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么多东西干嘛 对吧 这是工业 后工业和后物质的时代 东西太多了 那也少做点东西吧 我的工作员就是少做东西 少技术 烦技术 少做东西 玩 然后我就做了一套衣服 新的白布的穿在身上色了一下 我觉得太白了 我就给它染成那种蓝灰色 浅浅的 染了三尺 一会儿都秀满了银沫 然后转人家里 我就开始用打火机点了 点到晚上十一点半 手指头就动不了 就点燃了 掐烈 最后呢 这一套衣服 穿在我身上全部烧完了 就做什么就结束了 设定了二十四小时 然后就结束了 而且这个这份的文章 涅槃肉身 大概有些 硬件 然后烧完了 一个肉身呈现出来 然后再次用打火机 再次用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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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骨头就是我身上第八根内骨 我起下来做了一个 像2008年做的 跟我妈妈拍张照 跟我以前的 第一个西部拍张照片 跟孩子的妈妈拍了一张 一共拍了五张照片 这个做成开心 把这个东西起出来我自己可以做主 因为我成长这个环境 它是整个进步的 国家系统的体制 然后法律 还有传统的论理 我就想 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在乎的东西 我们只是分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对吧 当然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你说 军机再要下一块 不管分开假的 有些事还是 还是 但是我们上时也太多的东西了 2006年我去英国社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天安 从鎖骨校圈穿个孔过去 从鎖骨校圈穿个孔过去 用吊船线把我固定在这个 高空上 我就有一个大事的活动 放着 有限定人家 以前撤两个一下 穿过鎖骨 我在地上洗 有两个龙鱼 所以我开始围着它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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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了就走 走不动了就泄滑 就爬 24小时之后呢 然后就 就把 就把这根筍子 都解开了 然后 我就 就放开 我们看这个 秘密民主吧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今年想做一个作品 就是在我身上 拿一条一米长 甚至0.5到1厘米的窗口 大家来表结一下 是不是支持一下 这个 这个 方案的实施 是不是 就来了两个策划人 拉反对票 我拉 站成票 最后呢 是 第三轮 吴敬明投票是 大家都认可了那轮投票 就说是 十 十二个人赞同 十个人反对 然后呢 有三个人提前了 最后呢 就去 洗澡一个空房里 躺好 拿一个小刀片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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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拔了 找了个医鞋博士 拿到这里 走 全是工肥肠 它现在不够深 又拉了一遍 哎呀 又嚷起来 熬起来 又喊起来 我去拿了个心鞋垫 剪了个小弟 也咬在 咬在嘴里边 顺便 打了一米长 因为刚才吃了花 啊 从这里到这里 刚好一米长 再吃了一下 打 最后呢 那 峰镇的时候去打麻烟 那边跟舍纸里 是比较关系的 那边呢 我做二十年 要是展开的话 是可以护到一个很大的美术馆 就这么简单的说两件事 的 那边 有我 那边 出席 你们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